为了协助身心障碍的朋友能够自立生活 云林县府积极辅导成立日间小作所 这次县内第12间的小作所 也在林内乡正式街牌启用 工作内容除了有利用淘汰蔬果 制成的无毒蜡笔 也有贴标签、物品、包装等简易的手作 预计将可照顾15名身心障碍者 日间作业设施小作所 提供给身心障碍学员 一个可以自立生活的机会 但是目前在林内乡内都无小作所 为此这次是在云林县政府 以及大爱人文长造协会 共同的合作之下 在乡内首度设立了蜡笔咖啡小作所 我们国民管理政府的社会所 跟我们这个大爱社会人文长造协会 那林秀如理事长大家共同合作 在我们林内成立一家小作所 那最重要呢我们就是 来帮助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 能够就近就地 让他们习得一技之差 也能够发挥他们本身的潜力 也能够训练他们的智力 还有他们的反应能力 所以这个小作所目前大概可以服务 15位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目前这间新设立的小作所 也可以为15名身心障碍学员 来提供工作机会 而大家的工作内容 除了有天然无毒的蜡笔制作 其他还有产品包装 贴标签等等的简单代工 云林用是我们的农业大政 那我们希望用丑蔬果 就是人家不要的蔬果 麻烦都可以拿来我们蜡笔咖啡 然后让我们能够制成 环保永续的无毒蜡笔 然后让学龄前跟身心障碍者 或者是失智症的长辈 在做沉浸式的绘画治疗的时候 能够使用这些蜡笔都无碍这样子 为了能够协助身心障碍朋友 自立生活 目前云林县政府也在县内 与各单位协会合作 设立了12处的小作所 而未来县府也将继续推广 帮助更多身心障碍学员 培养专长 以及一个工作的机会 来这边的身障朋友呢 他可能有一点点的一个 就是能力 他不需要完全靠人家照顾 他可以有生活自理 可是他还没有办法到我们 庇护性就业或是一般的就业市场 所以我们提供了日间作业设施 就是这个小作所 让这些身障朋友 他就是可以做一个 每天会有作业的时间 我们可以这些比较简易的工作 也让他可以是有他的成就感 而且做适度的训练 他也有可能会再进入到 庇护性的就业 透过小作所的设立 未来身心障碍学员 也能够透过自己双手来生活 同时也号召更多民众 厂商可以前往捧场 不论是提供代工的机会 又或者是商品的采购 也都是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支持 接下来云林县采访报导